我要來說明一下音階的學習方法 音階的學習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會接觸到 一連串的指形 因為吉他的弦跟弦之間的音高的差距 是固定的 也就是這些音程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把音階的這些音跟音之間的這種音高的落差 對照在吉他的結構上面 他會成為一些固定的相對模式 比方說Do在哪裡 那Re就會在相對應的某個位置 Re mi fa so la si do 都會在相對應的其他的位置 那這些模式通常就是固定的 就那麼幾套模式 這樣一套一套的模式 就是所謂音階的指形 我們會學習一些這些音階的指形 但是也要注意一點 許多人在學習音階的指形當中 過度的仰賴視覺 把這些形狀 這些圖表上面的這些音階分佈的相對位置 對照在吉他上面之後 就覺得自己學完了 他需要用到某一種類型的音樂風格 他就回想起他學過的 老實說某一種音樂風格就是對應某一種音階 我就把它拿來用 比方說 藍調音階好了 這是最常被濫用的一個音階喔 那就是覺得我只要使用藍調音階彈出來就是藍調了吧 就沒問題了吧 沒有經過一個消化思考的過程的話 你的藍調音階在手上運用出來的 這個聲音這個結果是不美的 聽起來像是一個你隨意拼湊的一些音 並沒有一個真正很直達人心的一種感受 因為音樂它畢竟是一種語言 它是來自一些文化 所以你應該理解到不同的文化 他們都有運用他們音的習慣 所以你不能夠說使用了對應的素材正確了以後 你隨便怎麼組合都會是那種文化的產品 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喔 你要去深入的了解這些文化的內容 了解這些文化的意涵 他們怎麼樣使用音的這些習慣 再來去運用這些音 做出來的東西會更傳神 除了背起來這些執行並且練習彈奏他們的技巧之外 你要能夠聆聽非常多的不同種類的音樂 比方說你要學習藍調音階 那你就應該要聆聽非常多的藍調音樂 你能夠掌握他們運用音的習慣 這樣大量的聆聽 累積出來的東西才是你的素杨 根據你對於藍調音階的素杨 再來運用藍調音階 你彈出來的東西會更好 甚至在很多情況 成長於藍調音樂的環境裡面的這些音樂家 對他們來說 使用音的習慣就已經根深蒂固的在他們的血液裡面了 他們很自然的就可以知道這些音應該要怎麼樣運用 然而這樣子的模式不只是對於藍調音樂 對於所有的音樂種類都是一樣的道理 無論是在即興演奏或者是在創作的時候 音階的使用都是靈感的輔助工具而已 比方說你要寫一首歌 你腦海中可能已經先有一些聲音 比方說一個很好聽的主歌的旋律 或者是一段很好聽的副歌的旋律 你把這些旋律慢慢的延伸慢慢的組合起來成為一首歌 但是在這個創作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 比方說你的主歌跟副歌 在銜接的時候有一點障礙 旋律沒有辦法連接的非常的順暢 在這個時候你的靈感又卡住了 這個時候音階的知識就非常的有用 你可以很理性的 不透過你的靈感 知道可以運用哪些音 正確的有效的把你的旋律 把這些不同的樂句 串連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 不只是音階 其他的樂理也是這樣子 在你靈感 偶爾失靈的時候 因為人畢竟不是機器 並不是像水龍頭一樣扭開 靈感就像水一樣的一直流出來 所以銀接以及其他的樂理 在靈感不足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 過度的依賴這些工具 而忽視自己思想能力的鍛鍊的話 那你做出來的東西 就會比較呆板 沒有靈魂 今天先簡單介紹到這邊